自北韓的大气球底下悬挂着塑胶带飘落在菜园里 这样的景象出现在南韩各地 截至二十九号下午四点已经现中大约两百六十颗 南韩军方小心翼翼收集 发现部分气球配备了计时器和雷管 使气球在一定时间后空中爆炸 当局发出紧急灾害简讯 会晤在空中飘来飘去 惊吓成度不输飞弹跟卫星 既然前几天北韩发射军事卫星失败 金正恩改用气球下呼 发射失败丢尽颜面 但金正恩罕见不遮掩 除了大方承认还喂食心灵鸡汤 满满正能量 但面对同一天南韩出动 F35A等二十架战机展开飞行训练 金正恩也没忘记严厉谴责 如今遵循古法展开新公式 要让南韩人民陷入臭气熏天的 深化武器深渊 三里新闻杨俊宗报导